好,我们来看比较进阶的立体第37题 它说R是0.33333 S呢,则是0.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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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叫我们算R-S R乘于S 还有R除于S 现在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 看到所谓的无限循环小数 我们就把它画为分数 那我们学过一个东西 假如呢 我们的式子是0 0.xxxx 基本上呢 它就会等于9分之x 假如呢 是0.x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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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就会等于99分之xy 假如它是0.xyz 就一直xyzxyzxyz 那的话我们就会等于999分之xyz 另外一种状况呢 则是假如它呢 是0.x 然后只有y一直重复的话 那记得它是90 那记得它是90 假如是0.xyz 假如是0.xyz 就等于9分之3 就等于9分之3 所以 3分之14 所以就是什么 33分之11 减掉14 OK 就等于3分之3 3分之3 对不对 33分之3 就是 3分之1 那假如题目呢 要求我们要画成这个所谓的无限小数的话 那请记得它是等于什么 是等于 负的 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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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自己去把它 嗯 除下来看看 好 好 那 我们继续来看 第二小题 它说R乘以S的话 也是一样 就是 3分之1 乘上 33分之14 所以得到的是 99分之14 那假如以后数字变成这样啊 你就不要自己再除了 因为它分母已经是99了 就代表它是这种pattern 所以呢你就可以写的是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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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小数 OK 那最后看R除以S R除以S的话 基本上呢 我们是3分之1 去除以33分之14嘛 所以就等于3分之1乘以14分之33 倒数过来 所以该约分的约一约 就变成14分之11 那这个你没有办法啦 这个你只能乖乖的用长处法去算出来 你没有什么好变换的 好 那这个数字有点丑 我们慢慢算出来是0.7 后面是很长的循环小数是 8 5 7 1 4 2 OK 那你算对了吗 那假如OK的话 我们就继续来看 第38题 38题 38题啊 它要我们比较下列这四个数的大小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假如说把根号7设成是A 2分之3根号3设成是B 3分之7呢设成是C 10分之27设成是D 有根号的东西啊 有根号的东西啊 要跟没根号的比 让我们做一个选择就是什么 全部都把它平方 所以A平方呢 等于7 那B平方呢 是等于什么 下面分母是4嘛 上面3跟号3的平方是27 所以是多少 6又4分之3 OK 6又4分之3 好 那C呢 你C把它平方的话 等于什么 9分之49嘛 9分之49 9545 所以是5 可以先提出来 剩下4 所以是5又9分之4 那D的平方呢 D的平方 分母是100 那27的平方是什么 27啊 因为它是3的三次方嘛 对不对 所以3的三次方再平方 其实就是3的六次方 各位3的六次方要背哦 3的一次方是3 3的二次方是9 3的三次方是27 3的四次方是81 3的五次方是243 3的六次方则是729 这个东西大家要熟悉 所以呢 这个是729 所以等于7又 1百分之29 所以你可以从这整个式子里面看到 这个比7还要大嘛 所以D平方最大 D平方呢 比A平方还要大 又比呢 B平方还要来的大 最后呢 比C平方来的大 好 所以呢 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意思 全部 因为都是正的嘛 所以他们平方既然可以比 他们原本也可以比 就是D大于A 大于B 大于C 所以呢 就代表什么 D是十分之二十七啊 就会比 A还要大 比根号七还要大 再来会比B还要大 就是二分之三 根号三 还要大 最后呢 会比这个三分之七 还要大 OK 我们来看39题 它叫我们比较 根号七加根号二 跟根号六加根号三 还有根号五加根号四的大小 那我们 比较大小 我们就先把它 分别设为 A B C 好了 那 同学们要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 有根号的东西呢 我们一定首先都考虑 把它平方以后 才比较好比较 不然这个式子你也看不出来 怎么样把它比较 OK 所以呢 我们把A拿来平方以后 变成什么 7的平方 那根号七的平方 加上二 根号七成二 然后呢 再加上二 OK 所以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就变成九加二 根号十四 同样的呢 B平方会等于什么 6加上二 根号的六乘三 再加上三 就等于 九加上二 根号十八 那C平方呢 则是等于 5加上二 根号的五 乘以四 加上四 就等于九 加上二 根号二十 我们看得出来 前面的九怎么样 都一样大 而后面呢 根号二十一定大于 根号十八 又大于根号十四 所以你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C平方 比B平方 比A平方 还要大 啊这些东西都是正数啊 所以C就大于B 就大于A 也就是 根号五 加上根号四 大于 根号六 加根号三 大于 根号七 加根号二 哦 根号七 加根号二 OK 好 我们继续来看 第四十题 它叫我们呢 来比较下面这五个数的大小 它给我们的条件是 B 比A 比0 还要来的大 那现在呢 当我们比较这种 有分数的东西的时候呢 有根号 你想开根号嘛 有分数呢 怎么样 你就想要把它通分 对不对 那 我也提供大家一个参考 我们可以把它 同乘于 你想要通分的 这个 分数 那 就是把分母把它乘开 因为你同乘一个数 把它画掉 比较大小之后呢 你 也可以回头来 比较这些的大小 所以像我 我会选择 要把它同乘于4 同乘于4呢 你就会得到什么 第一个数字变成4A OK 第一个数字变成4A 第二个数字呢 是 A加3B OK 第三个数字呢 变成2A加2B 那第四个数字呢 会是什么 3A加B 最后第五个数字就是 4B 好 假如呢 我们来比较这几个数的大小 可不可以 A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 因为B比A 比0 还要来的大嘛 就好像说 B这个人呢 他的力气比较大 A的力气比较小 那有这五种组合来拔合 第一种呢 就是Pi4A是一对 OK 那当然他力气一定比什么 三个A跟把一个A换掉 换成B 比的话 怎么样 还来的小啊 然后继续呢 再换掉一个A 好 一定体力力量又再大一点 那再换掉一个A 力量就又更大咯 最后 假如全部都是B的话 力量不就超大吗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从这里 得到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反过来写4B 会大于A加3B 会大于2A加2B 会大于3A加B 最后会大于4A 那既然这个四值成立 你把它同除以4 也当然都成立咯 所以呢 同除以4 不就是我们题目的东西吗 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B 会大于4分之A加3B 会大于2分之A加B 会大于4分之3A加B 好 那最后呢 会大于A 这就是我们题目要正的东西咯 OK 好 来看41题 我们知道 X在0跟1之间 而且这个值呢 等于6 我们要来求X的值 那我们学过 根号的A平方 也就是A平方 开根号 是等于什么 绝对值A 所以养成习惯 当你看到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呢 就把它挂上绝对值 就可以把它拿出根号了 OK 好 所以呢 我们的原式就变成X加X分之1的绝对值 跟X减X分之1的绝对值 等于6 只是啊 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呢 要开始想 我们要把绝对值拆掉嘛 可是绝对值拆掉 你要确定里面是正的还是负的啊 那我们知道X是正的 X分之1也是正的 所以呢 这个数相加一定是正的 所以这个可以直接拆开 变成X加X分之1 没有问题 但是相减的 我们就不确定到底是前面大还是后面大嘛 所以再确定一次 OK 就是0小于X小于1嘛 对不对 那既然X是一个正数 我们就可以同除于X 同除于X的结果 这边我们会得到什么 X分之1 大于X分之X 就是1嘛 所以X分之1 比1还要大 那1又比X还要大 对不对 所以代表什么 就是你可以知道 X减掉X分之1 基本上就是小于1 小于0的 是小于0的 OK 所以呢 这个东西代表它是一个负值 它是一个负值 所以我们要把它展开的时候 记得要把它倒过来 变成X分之1 减X 好 然后等于6 所以呢 你就可以把X跟X消掉 这个东西就等于X分之2 所以呢 X就等于多少 6分之2就是3分之1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就是X分之1 X的答案 好 看42题 它说要我们求这个 呃 所以B分之1 这边是同层B的结果嘛 所以是B平方 这边是同层A的结果 所以是A平方 那减掉AB 好 那 下一步 还可以干嘛 呃 能做的事情是什么 再把AB一起放进来 把它 都 整个共分母好了 看有没有一点 想法 就变成 B平方 加A平方 减掉AB 乘上AB嘛 所以是AB 括号的平方 接下来好像看起来 就算不下去了 还有什么招呢 诶 我们发现什么 诶 它还有提供我们一个 式子可以做代换 所以既然有个AB在这里 我们就把它换成 A-B好了 看这样换一换 会有什么结果 所以呢 AB分之 B平 加A平 减掉 A-B 括号的平方 会等于 AB分之 B平 加A平 减掉 我们很熟悉的 A平减2AB 加上B平方 啊 事实上啊 在这个式子里面 你就已经可以看出来什么 B平方可以跟 减掉B平方约掉嘛 A平方可以跟减A平方约掉 所以呢 剩下的东西就是 负的 负2AB 所以就等于 AB分之 2AB 啊 这个式子 就等于什么 再清楚不过啦 这东西就等于 2 OK 所以我们的答案就是2 第43题 它说AB 两相异时数 呃 而且呢 有下面这样的一个式子 等于2 要我们求 B分之 A的值 那 呃 看到这个式子呢 可能 不知道要怎么样的 下手 那当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处理一个题目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 题目问我们的东西呢 假设成X 可能会有一些的想法 不管是数学 物理 化学 都可以有这样子的方式 所以呢 这样子的话原式就可以被我们整理成 X加上 诶 可是后面没有办法整理啊 怎么办 没有关系 我们呢 就把这个B分之A呢 给它创造出来 所以呢 你其实 这两个式子怎么样 上下都可以同除于 B嘛 对不对 这个分数 这个式子 上下都可以同除于B 所以你就会得到什么 1加上 10倍的 B分之A 跟上面是什么 B分之A 加上 10 然后呢 会等于2 所以 当你得到这个式子的时候 你可以继续往下算 因为这个B分之A 就跑出来啦 它就是X 这个B分之A 也跑出来是X 所以就是X 加上 1加10X 分之 X加10 等于2 假如如果没有这个式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整理一下 全部分母给它乘上 就变成X 乘上 1加10X 然后加上 X加10 然后呢 等于2 乘上1 加10X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 一元二次方程式啦 所以把东西整理一下 变成10X平 加X 加X 加10 把式子全部移过来 这边变减2 然后减掉 20X 等于0 整理一下 你会得到什么 就是10X平 减掉18X 然后呢 最后加上 10-28 等于0 同处于2 会等于5X平方 减9X 加4 等于0 各位同学会因时分解吗 5X跟X嘛 对不对 好 那因为既然有这个 减9 出现了的话 代表什么意思 一边是 这个 减1啦 这边是减4 这样就减4X 减5X 就是减9X 等于0 所以X呢 就等于5分之4 或者是1 但是问题是 他说什么 AB是两相亦实数 是不同的哦 所以他们两个相除的话 就是A除以B 不可以等于1 所以呢 这个就不合 所以答案就是什么 5分之4 B分之A 就等于5分之4 那我们继续来看44题 他说 ABC是实数 而且呢 基本上他们的绝对值 都小于1 那这样我们来证 下面这两个式子 假如啊 再提醒同学一次 就是我们要来 比两个东西的大小的时候 其中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就是 你把两个数字 拿来做一个相减 所以呢 我们就把 AB加1 拿来 减掉 A加B 你 整理一下会发现什么 可以把它写成 AB 减A 减掉B 加上1 然后呢 为什么要做 这样做 因为这样可以因此分解 把A提出来 变成B减1 然后呢 负提出来 也变成B减1 所以呢 你继续把它整理一下 会变成什么 B减1也提出来 变成A减1的B减1 好 有趣的地方来了 因为 因为绝对值A小于1 OK 绝对值A小于1 就代表什么意思呢 基本上就代表说 这个A啊 它最多最多 最大 基本上 是1 它会在1跟负1之间 所以你把它减掉1以后呢 它一定是一个什么东西 你把A减掉1以后 它一定比0还小 它一定是负值 同样的 B减1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 这个一定是一个负数 B减1呢 也一定是一个负数 负负呢 我们知道怎么样 得正 所以这个东西会大于0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AB加1 减掉A加B 会大于0 所以代表 AB加1 就大于 A加B咯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正这个式子 没有问题 那继续呢 我们要来看 第二小题 这题看起来就比较复杂了 它说 ABC加上2 大于A加B加C 还是一样 养成一个习惯 两个数要比大小 我们就直接把它拿来 相减一下 好 相减了以后呢 观察一下它 好像没有办法 像刚刚这样子 因式分解 凑出一个什么东西 那这题可能比较难 直接想到 但是 我们就 试着 做做看 基本上 你可以尝试把它 分成一个群组 就是 它这边总共有五项 可是五项 其实是不对称的东西 我们应该 至少要把它变成个 六项之类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 ABC 然后呢 这边 把负C拿过来 好 那这边呢 剩下 留个E好了 后面呢 减A 减B 那这里呢 再留一个E 我们把它拆开成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啊 这个很难直接看出来 所以 我们就直接往下 教大家一个 配 这个式子的一种方式 就是说 你可以呢 把 ABC 减掉C以后 对不对 然后呢 再减一个AB 再加E 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ABC 比上C 就是AB 比上E嘛 所以呢 这个是负的 你就让它们两个是一号的关系 你多减一个AB 你就把一个AB 加回来 所以呢 减A 减B 加E 这两个东西提醒大家 是你自己给的 所以你多给一个负AB 就要多给一个正AB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 因为这样做完 你有个好处 可以继续因式分解 变成把C提出来是AB-E 后面呢 也是AB-E OK 然后呢 这后面我们已经很熟了 对不对 这整个式子就是什么 A-E 乘上B-E 好 这样子相乘以后 你可以把AB-E提出来 变成 C-E的 AB-E OK 加上A-E 乘上B-E OK 那我们刚刚已经知道 这整个东西怎么样 这一项是会是大于0的 那这边呢 我们知道C-E一定也是小于0 那绝对值A小于1 绝对值B小于1 所以你也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绝对值的AB 一定也小于1 所以啊 AB-E 也是一样是小于0 所以这两个小于0的东西 乘在一起呢 基本上 它会怎么样 大于0 大于0 所以大于0 加上大于0的东西 就大于0 OK 这就代表什么意思 原本你的式子 ABC加2 减掉A加B加C 大于0 所以你可以得正就是 ABC加2 会比 A加B加C 还要来的大 这一题比较复杂哦 好 我们来看45题 它叫我们比较这两数的大小 那这两数呢 都是很复杂的根号 也是一样 有的习惯 看到根号 我们就呢 要怎么样 把它平方 OK 所以你假设这个东西 等于X 你假设另外这个式子 等于Y的的话 我们先把X拿来平方一下 会得到什么 是A-B 括号的平方嘛 所以就是A平方 8加 根号15 减掉2AB 减掉两倍的 根号里面 哦 漏漏灯哦 是8加 根号15 乘上8减 根号15嘛 是一种 A加B乘A-B的形式 所以就是平方 减平方 所以就是64 减掉15 那后面呢 再加上B平方 再加上 8减掉 根号15 那我们整理一下 这整个式子会等于多少呢 我们知道 64减掉15是等于多少 这个东西是49嘛 49开根号的话是7 所以2乘7是等于14 所以这边 所以这边 根号15跟负 根号15又约掉 所以就是8 加上 呃 不是加上 是减掉 减掉14 然后又加上8 所以呢 答案是多少 是2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要继续来看的 呃 东西呢 是什么 是Y的话 Y会等于多少呢 就是把它先平方一下 等于这个也是 A平方 就是7加根号13 减2AB 减两倍的 好 这个乘以这个 好 也是7的平方 49 然后呢 减掉什么 根号13的平方 就减掉13 然后再加上 7减根号13 所以也是一样 根号13 根号13约掉 49减13 是多少 36 所以36块 根号是6 所以等于7 减掉2乘以6 再加上7 所以也是2 所以你会知道一件事情 因为 X跟Y 基本上都是正的 前面数字比较大 后面数字比较小 大的减小的 所以是大于0 所以X基本上 就是根号2 而Y呢 怎么样 也是根号2 所以这两个 大小相等 所以我们可以说 X等于Y OK 那我们来看46T 他说ABC30数 那叫我们要正说 这个式子啊 一定大于等于0 而且等号成立的时候 A等于B等于C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式子呢 它有三个完全平方 又有减AB 减BC减AC 那在你的脑袋里面 可能会想说 诶 假如他有这种 A平方加B平方 减2AB的东西出现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完全平方式嘛 完全平方式 那什么样的东西 一定会大于等于0 感觉就是一个平方的东西 一定会大于等于0啊 不然没有什么东西 一定大于等于0 要么就是绝对值嘛 要么就是平方 所以啊 呃 我们想办法要凑出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有三个式子 可是他的ABBCAC前面都没有2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式子呢 好 这个式子我们同乘于2好不好 同乘于2的话 你会得到的是什么 变成的是2A平方加2B平方 加2C平方 减2AB减2BC减2CA 那这个式子呢 你又可以让他等于什么呢 等于 好我们拉下来 好 嗯 我们一个一个来配 为了要弄出跟2AB搭配的东西 我们就把A平跟B平各拿一半出来 好 那再来呢 对2BC的时候呢 我们有两个B平嘛 所以还可以把B平减2BC加上C平 诶 然后又有一个C平跟A平还剩下来 所以可以C平减2CA加A平 哇 你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这三个东西呀 都是什么 其实都是完全平方式耶 不是就可以把它写成A减B 夸号的平方 加上B减C夸号的平方 加上C减A夸号的平方吗 所以呢 当这个东西是三个平方相加的时候 你知道什么 平方顶多是0嘛 不然就是正数 那所以呢 它一定会大于等于0 那原本的式子 一定会大于等于0 同除于2以后 这个回到这个式子是什么 同除2的结果啊 所以呢 原本的式子也一定就会大于等于0 只是什么时候 大于等于0会成立呢 就是什么 A等于B的时候嘛 因为这个东西要等于0啊 B等于C的时候 因为这个东西要等于0 那C减A的时候 也是要等于0 所以C要等于A 所以就代表什么 在A等于B等于C的时候 这三个东西都是0 所以呢 等号才会成立 这个是冲要条件 也就是说A等于B等于C 这个式子就会等于0 啊这个式子要等于0 A就要等于B就要等于C 那第二个小题啊 它说 如果实数XYZ满足这个式子 小于等于0 而且X加Y加Z等于18 要我们求这三个数字的值 那我们刚刚有第一小题的经验以后 你看到 诶 有三个东西的平方 而且有两两相乘的结果 所以你把这整个式子呢 把它乘以2 好会变成什么 这个式子假如是所谓的原式的话 就是两倍的原式 会等于这个 呃 2X平 加上8Y平 加上18Z平方 减掉4XY 减掉12YZ 减掉6ZX 好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也是一样 可以以什么 XY YZ 跟ZX 当做我们的核心项目 所以呢 配方以下变成X平方 减4XY 加上4Y平 加上4Y平 减掉12YZ 加上9Z平 最后呢 9Z平 减掉6ZX 加上X平方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什么 就是X-2Y 加上Y-2Y-3Z 然后呢 还有什么 加上3Z 减掉X 的平方 这些东西的平方呢 因为原本的式子小于等于0嘛 所以两倍的原本的式子还是小于等于0啊 可是这个东西小于等于0 可能吗 可能只有一种状况就是什么 它不会小于0啦 就是全部都等于0 好 全部都等于0 全部都等于0的状况的时候 就代表说X等于2Y等于3Z了 所以呢 我们学过连比例嘛 就是X-Y-Z 就会变成反而是导数啦 就是1-2分之1 比上3分之1 就是6-3-2 所以X-Y-Z 既然等于6-3-2 而且题目给我们什么 X加Y加Z等于这个18的话 我们可以设X是什么 用国中的算法 X是6K Y是3K Z是2K 所以加起来是11K等于18 K就等于11分之18咯 所以XYZ分别应该是等于多少 就是这个X的部分呢 会等于11分之18 对不对 就乘以6 然后呢 Y的部分的话 是乘以3嘛 所以就变成11分之54 然后Z的话就是乘以2 就会等于11分之36 OK 好 我们来看47题 它叫我们化简下列各式 哇 看到又是一个极丑的分数 除了分母 已经又有分数之外 而且还有根号 所以呢 我们至少要先处理掉一个 是先让分母 没有看到分数 OK 所以上下同乘以2 是2-根号2分之2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种 所谓的有 A-B或A加B形式 而且存在有根号的 这个分母呢 我们就会用平方差公式 帮它创造另外一个 可以把它有理化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 你上下都同乘以这个2加根号2 OK 都同乘以这个2加根号2呢 就下面会等于4-2 就是2 然后呢 这边呢 是2的2加根号2 所以同样的 你可以把它做个简单的约分 就可以得到答案是什么 2加根号2 这是第一小题 那第二小题呢 也是一样 哇 看到有讨厌的这个分数 跟根号 同时都存在分母 我们不喜欢 就把它同乘以 上下同乘以6 你就可以得到什么 3减掉2根号2 然后呢 上面是什么 上面你会 刚刚我们是同乘以6嘛 所以就变成24了 对不对 那这样子呢 你继续计算下来的话 也是上下同乘以3加2根号2 那你算的比较熟悉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变成 3的平方减掉2根号2 括号的平方咯 然后上面呢 就是24乘上3加2根号2 那这个东西呢 是等于多少 等于1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上面这个四值 你把它乘开的话 就是什么 72加上48根号2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好 我们继续来看第48题 它叫我们化简下列各式 那基本上 像第一小题这样子 可以说是两个 跟我们刚刚前面 第一或第二小题 有点像的东西 所以呢 我们也是一样 就把它直接 A减B的部分 就乘以A加B 所以就变成5减4 分之2的 根号5加2 另外一边呢 也是一样 乘上 这边有A加B 就乘上A减B 就变成5减4 然后是三倍的 根号5减2 所以呢 你就得到什么 就是2根号5 加4 然后加上3根号5 减6 所以呢 你得到的答案就是什么 就是5根号5 减掉2 OK 那我们继续来看 第二小题 哇 第二小题 看起来越来越丑了 现在啊 这个里面呢 是根号 有这个 不仅在分母 而且还双重根号 那记得 所谓的双重根号 我们要把它有理化 一定要想办法 找到根号里面有 完全平方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个分母 弄掉好了 变成什么 原式是根号5分之 根号的6加4根号2 然后分之 这个比较长哦 2根号5 下面分母 我们可以导数上去 变成根号6加上4根号5 根号2 的根号5 乘上去以后变成10 那各位同学 4根号2啊 我们这种喜欢什么 把2留下来 把另外的2放进去 所以放进去以后呢 变成4 然后乘上2就变成8 所以这里面的东西变成 6加上2根号8 啊 什么东西是两个相乘等于8 两个相加等于6呢 就是4根2嘛 所以呢 原式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什么 就是 根号4加上根号2 夸号的平方 再开根号 然后上面是10 所以这个就很简单咯 根号4是2 所以就是2加根号2 分之10 那记得你要把下面 有理化消掉 就变成乘上2-根号2 所以把它同步的约掉 所以把它同步的约掉 就变成什么 5倍的2-根号2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小题 第三小题呢 看起来比刚刚更讨厌 为什么我们刚刚有理化的东西都是所谓的根号 也就是二次根号 可是现在这里啊 竟然有一个是什么 三次根号耶 好讨厌哦 那我们要怎么把三次根号处理掉呢 呃 我们知道说 这个a-b啊 假如我们让它乘上a平加ab加b平方的话 可以创造出什么 a三方-b三方 所以看来啊 我们假如要把这个三次根号呢 给它变成一个正常的数字的话 要把它三次方的话 我们要乘上这一串漏漏等的东西 OK 所以呢 那我们就试着如法炮制看看啦 你就是2-3次根号3造超 分子分母呢 要同乘于什么 a的平方就是2平方 然后呢 加上ab就加上这两个相乘 就是2乘上3次根号3 再加上呢 b平方就是3次根号9啦 分子分母要同乘这个东西 所以这里再写一次 就是2平方加上两倍 这是三次根号3哦 不是2的三次方 好 两倍的三次根号3 然后再加上三次根号9 那下面这个东西 那下面这个东西分母变成什么 分母变成 这边整个东西就变成2的三次方啊 然后减掉3次根号3的三次方 所以就变成减掉3 所以分母变成 整个可以写掉 变成5 所以呢我们就继续写下来 它就等于5分之 我们把除5写在后面好了 就是4加上两倍的三次根号3 再加上三次根号9 然后呢 除以5 就是分之5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那记得哦 三次根号3 跟三次根号9 是两个不同类型的无理数 我们是没有办法 整合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第49提问我们说 根号的14加6根号5 OK 就是14加6根号5的开根号呢 介于拿两个连续整数之间 在回答它这个问题之前啊 我们今天想 我们有办法判断这个东西 大概是多少吗 其实你当然可以算出 根号5用十分逼近法 大概是等于多少 然后乘上6以后再加上14 这个数字啊 你可以找到它是在 哪两个完全平方数开根号之间 我们可以这样做 可是一旦你看到双重根号的时候呢 各位同学拜托 我们呢 先把它尝试看可不可以开根号 所以养成一个习惯 根号14加上6根号5 把2留下来 其余的丢进去就等于什么 根号14加上2根号 里面是多少 45嘛 对不对 因为把3丢进去变9 9545 啊45就是9545 我们刚刚讲啦 刚好是14 9加5是14 所以呢 它就是什么 根号9加上根号5 夸号的平方 再开根号 所以就等于 所以就等于 根号9加根号5 应该是说 整数部分为a 小数部分为b 求ab之值 同样的 再次看到什么 双重根号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不用我说了 就是去整理它 11加上6 11加上6 根号2 OK 放进去以后变成 11加上2倍的3 放进去变成 根号18 18有1乘18 2乘9 3乘6 好 那2乘9 跟2加9 分别是18跟11 所以它就可以变成 根号9加根号2 开平方再开根号 所以就是根号9加根号2 所以就是3加根号2 好 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根号2是差不多 1.414嘛 对不对 1.414 多多少 不知道 那所以啊 很显然的呢 就是 A部分应该是等于 4 对不对 就是整数的部分是4 那 小数的部分是多少呢 好像 你写是0.414吗 这样子好像怪怪的 不太对 我们应该要写的是什么 应该要写的 比较完整一点就是 3加根号2是整个数字嘛 那你把 整数的部分扣掉 就是把A扣掉 那就是剩下小数啦 所以呢 就是3加 根号2 减掉4 就是根号2减1 这样子这个东西就是等于B啦 小数的部分 很合理嘛 比如假如我问你说 拍的小数部分是多少 拍的小数部分一定是 拍减3啊 对不对 因为它的整数部分是3 那它的小数部分就是 拍减3 就是0.1415926 后面你不知道 所以呢 答案就是这样 A等于4 那B呢 则是等于 根号2减1 OK 好 第51题 第一小题 它说 知道N大于等于1 要我们比较这两个东西的大小 那我们看到根号啊 我们的想法就是什么 会想说 可不可以把它各设成一个xy之后呢 然后我们把它平方 看可不可以比较大小 所以把它平方以后 会得到N加1 减掉两倍根号的N加1乘上根号N 然后再加上N 那Y平方呢 是等于什么 N 减掉两倍根号的N乘上N-1 然后呢 再加上N-1 整理一下 这边是2N加1 减掉两倍根号的N加1乘上根号N 下面呢 是2N-1的 减掉两倍根号N乘上 根号N-1 诶 那X平跟Y平可不可以拿来比 可是这个我们发现 一个比较讨厌的东西 就是 这边是2N加1 这边是2N-1 它比它大 可是 2乘上根号N加1 再乘上根号N 也比2乘上根号N 跟根号N 乘上根号N-1还来的大 它比它大 它也比它大 大数减掉大数 跟小数减掉小数 就不知道谁比较大啦 所以啊 这题很显然 这样做是行不通的 那我们只好另觅 别的方法 那假如说 我们看到这种根号 减根号的形式的话 我们想说 要把它化减呢 可以怎么样 乘上另外一个根号 加根号 只是说奇怪啊 一般来讲 我们是把它放在分母的时候 我们才会做这件事情 这个原本就已经在分子啦 不过没关系 三不转 路转 我们还是来试试看 所以根号的N加1 减掉根号N呢 我们把它分子分母同乘以 根号N加1 加根号N OK 根号N-1 N加1 减根号N 乘上 根号N加1 加根号N 好 所以上面呢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变成什么 N加1 减掉N呢 所以啊 上面其实就是1而已 OK 这数字还蛮漂亮的 那同样的 我们可以得到 根号N-1 减掉根 根号N 减掉根号N-1 好 根号N减掉 根号N-1的话 会等于什么 也是一样 你用刚刚的方法 来做整理的话 就会得到是 这样子 OK 啊这样子 是不是就可以比较了 可以哦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根号N加1 加根号N 一定会比什么 根号N加上 根号N减1 还来得大 所以呢 分母越大 整个数 就越小 所以它就会比它 还要来得小 所以呢 这个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根号N加1 减根号N 会比根号N 减根号N减一 还来得小 所以第二小题 我们就可以应用 第一小题的结果 因为它叫我们 这样子比嘛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什么 根号101 减根号100 比根号100 减根号99 还要小啊 对不对 因为当你把N 等于100 带进去原式的时候 就会呈现这样子 啊这个呢 又会比什么 根号99 减根号98 来得小啊 所以一路 它会比 什么 根号3 减根号2 还来得小 最后呢 最大的反而是谁 根号2 减1 那我们来看第52题 它说 AB呢 是两个互值的正整数 而PQ呢 要么就是正整数 要么就是0 那假如我们今天 有一个分数是A分之B 然后它可以被化为 是N位的有限小数 它是有限小数的话 那A是不是可以表示成 2的P次方 乘以5的Q次方的形式 那因为AB互值啊 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A分之B呢 是一个最减分数的形式 好 那它既然是最减分数 或者它是一个有限小数嘛 所以我们是不是一定有一个N次方 一定存在一个N 它给10的什么 这个小数乘上10的N次方以后 会变成一个正整数 会变成一个正整数 OK 好 好 那假如呢 它既然变成一个正整数以后 我们假设这个正整数是等于C好了 所以呢 我们就写 A分之B乘上10的N次方等于C 所以呢 B乘上10的N次方就等于A乘上C 好 那有趣的地方来咯 因为A跟B互值 也就是说 在A啊 不可能是B的因数 所以A呢 就有可能是10的N次方的 这个什么 因数咯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 所以A是10的N次方的因数 那10的N次方的因数 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表示 基本上A我们就可以用2的P次方 还有乘上5的Q次方来表示 那第二小题呢 我们要来证说 A可以表示成2的P次方 乘以5的Q次方的时候 那A分之B为N位有限小数 这跟第一小题刚好怎么样 相反 就是把第一小题的结论当作前提 把第一小题的前提当作结论 我们推得出来吗 我们就写写看 A基本上等于什么 2的P次方乘以5的Q次方 那你想办法凑的话 一定可以存在一个P跟Q 怎么样呢 应该说存在一个H跟K 可以使得什么 就是A乘上2的H次方 再乘上5的K次方的时候呢 可以等于就是我们A是2的P 乘上5的Q嘛 对不对 是一样造超 再乘以2的H 乘以5的K 那一定可以把它凑出来 让2的次方数跟5的次方数怎么样相同 然后呢 这样子就会变成10的N次方 OK 所以就代表你可以凑出P加H 等于N 也会等于这个Q加K这样子 你一定可以做出一个这样子的H跟这样子的K 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子就代表说你的A乘上这个东西啊 既然等于它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A写成2的H次方 乘上5的K次方 分之10的N次方 对不对 可以哦 所以呢 你就可以继续往下写 我们的A分之B啊 我们假如把它先乘上10的N次方的话 就是你把一个分数 你想象假设它是有理 应该有限小数的话 你乘以10的N次方可以把它变正整数嘛 对不对 那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呢 你把A分之B 把B留着 好 A分之1就变成把这个东西倒数 变成10的N次方 分之2的H次方 乘上5的K次方 那再乘上呢 这个10的N次方之后 你把这两项可以约掉 就等于B乘上2的H次方 乘上5的K次方 好 啊B是一个什么 正十数啊 H跟K呢 也是在经过2次方跟5次方之后 都是这边都是一个整数 OK 所以这个东西啊 最后算出来会是一个正整数 OK 正整数 什么意思 既然A分之B乘上1的H次方 所以 好我们来看第53题 它说已经知道根号2是无理数了 叫我们正第一小题 三分之根号2是无理数 好 这边呢 要先教大家一个方法 不然大家会很难算这样的东西 你直接正面的正三分之根号2是无理数 其实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正 所以数学上呢 有一种方法 我们称之为 规谬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呢 你先假设一个错误的前提 假如最后能够证明出一个矛盾的结果 就是很奇怪 这个不合理 那就代表前提假设是错的 也就是说 你先设一个应该会是错的前提 OK 然后呢 最后呢 你证出来这个东西是矛盾 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证出所谓的对的的前提 OK 我们实际用在这一题看 是什么意思 你就会懂这一个所谓规谬法的这个概念了 好 所以呢 像三分之根号2是无理数 这个我们应该知道它是对的 所以我们就要假设一个错的前提 就是三分之根号2是有理数 那我们假设它是R 我们假设它既然是R的时候 然后说它是有理数的的话 也就是R是有理数哦 那我们就可以整理得到什么 把根号2留着3乘过来 是3R 对不对 根号2等于3R R是有理数 3也是有理数 相乘也是一个有理数啊 可是根号2 前提告诉我们什么 根号2是一个无理数 所以说有理数等于无理数 诶 这个地方就不对啊 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矛盾 所以呢 我们就应该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这不对 所以矛盾了以后 这个前提我们就要重新写 就是代表说 就是代表说 三分之根号2 是无理数 OK 是无理数 OK 那这样子的话 你的东西就会得证咯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次这个逻辑 就是你要直接正面证 三分之根号2是无理数很困难 所以呢 你就给一个错的前提 就是给说三分之根号2 是有理数 好 结果正正正正正到发现 最后有个矛盾的结论 就代表什么 前提假设错误 既然这个前提是错的 就代表说 你另外一个反面的前提 就是三分之根号2 是无理数 这个就是对的 所以同样的 我们如法炮制 来证明下一个 他说三分之二 加根号2 是无理数 我就说偏偏不要 我要说三分之二 加根号2 等于 S 然后呢 它是一个有理数 好 既然它是有理数呢 我们就把它 做一个移动 就是什么 你把S乘上来 变成3S 对不对 再把2减过来 诶 3是有理数 S是有理数 减掉2 也是有理数 所以这边 也是一个有理数啊 好 可是问题是 还是一样啊 前提给我们什么 根号2是无理数耶 根号2是一个 无理数 又遇到一样情况了 有理数 等于无理数 这个地方 又再一次的怎么样 矛盾 既然矛盾就代表 我们假设的这个新前提 是错的 所以呢 它的结论应该是什么 应该就是 三分之二加 根号2 会是一个 无理数 没有错 OK 这个东西 大家就要 记得咯 好 我们继续呢 来看 第54题 他说已经知道啊 AB都是实数 而且A加2B跟2A加B 是有理数 这边要补充一下 现在呢 叫我们证说 AB呢 都是这个 有理数 我们假如把这个 A加2B呢 当作是X好了 那2A加B 当作是Y的的话 它们两个都是有理数嘛 所以你把这个X啊 拿来乘以2以后 再减掉这个Y 是不是基本上就是什么 它还是有理数啊 X是有理数 乘上20是有理数 减掉Y还是有理数 可是2X减掉Y呢 就会是什么 2A加4B 减掉2A-B 就会等于3B耶 所以3B也是一个有理数啊 它是一个有理数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什么 B一定是不是有理数 B一定是啊 B也一定是有理数 因为除以3以后 B就是有理数 所以同样的2Y 拿来减掉X的话 你会得到什么 是4A加2B 减掉 A减2B 就会是等于3A 3A也是一个有理数 因为它是从有理数的 这个配来配去的结果 得到的 所以呢 你把它同除以3以后呢 的A啊 也还是有理数 所以A跟B呢 都是有理数 这是没有问题的 OK OK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梧